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保卫室 谢谢主 今天在主的圣安息日 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 我们不认在实体的聚会或者网上 不认在各地各方 主啊 你是这样的爱我们 不认我们一切的情况 你都接纳我们在基督里面 谢谢主 我们也有机会能够学习圣经 主啊 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有的教训 所有的人物留给我们的榜样 或者提醒 都是我们能够在末后的时候 能够接纳 而且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和亮光 谢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也恳求主 在今天正在你面前 身体软弱有疾病的 或者遇到生理识别的 或者生活有困难的 或者孤独的 都求主特别的安慰 特别的恩赖 我们需要你 这个世界也需要你 求你用着我们这些卑微人 能够为你传福音 为你工作 代应我们的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圣灵 阿们 好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几次 都是继续在 信心的诗篇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有人认为 希伯来十一章也是信心的英雄榜 不管怎么样 我不敢用这个来说 但是 确实留给我们 很多很多 鼓励 安慰 和榜样 那么 信 就是所望之时的实底 未见之时的 确具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 就给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定义 而第六节 那就是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跟上帝的喜悦 凡到上帝面前的人 都必须信有上帝 并且信他 爽生他 寻求他的人 感谢主 我们今天有机会 有福分能够信他 而且要寻求他 他会赏赐给我们数天的福分 感谢主 另外 从这个诗篇里面 我们也知道 讲到了创造 创造 所有一切 都是天父 说有就有 命令就灵 今天怎么样 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 是基督教 上帝的话 所造成的 21世纪的 近代的科学 让我们各句话 能够体会的 更多一点 我们也讲过了 此前 时代的三位 先祖 一位 亚伯 他虽然死了 被该隐 所杀了 但他还在说话 今天 有些人虽然 为主工作 甚至受到逼迫 但是 接着他们的言行 接着他们所写的 还继续在说话 而第二位 先祖 就是 以诺 与上帝 同行三百年 一共三百六十五岁 就被 接走了 人找不到他 为什么 因为上帝 接了他去 不尝死位 不过有意思呢 就是说 他被接去之前 已经先在心里 蒙了上帝 越南他的凭证 就像 有信心 信心 还有呢 罗亚 罗亚 一家 而且 听从主的命令 造了方舟 拯救了他们 渡过了洪水的灾难 而定了那个世代的罪 罗亚是个义人 在那个时代 是个完全人 与上帝同行 又次提到 另外一位 与上帝同行 但 圣经讲 他是蒙恩 不是靠自己 是上帝的恩典 但他愿意接受 这个礼物 而且 回应 把自己献上 感谢主 那么 上次 我们做宗事 讲到了 创世纪 十一章以后的 十二章 第一节 上帝 呼召 亚伯兰 离开 本主 本家 本乡 我们上次讲 今天 我们继续 实习 上次这个 已经很不容易 一个人要 离江背井 一个人 甚至于在古代 而且 离开的是一个 当时相当 繁荣发达 的一个城市 不过上帝看得 更远 更深 因为 亚伯兰 所住的 迦勒地的 乌尔 有一座 拜 女神的庙 怕 上帝怕 她受影响 一次不能使得 她的后裔 能够 更加来 把福分 带给其他 所以呼召她 离开 但是 离开的时候 还不知道 往哪里去 上帝并没有指示她 你到 一个什么城市 没有 这个极大的信心 极大的信心 感谢主 他拼从了 主的护照 就顺命 就顺命 而且呢 我们说 一个人信心的 这个成长 是一步一步的 他 他也走过弯路 他也有过软弱 但在他99岁的时候 尽管 他能走 上帝75岁 就应许他 要生一个儿子 不是在他86岁的时候 听了他的 妻子上来 的建议 就说 把他的避语 埃及人 下家给了他 结果生了 以色玛利 不是的 要他亲生 所生的 才是上帝所应许 一直等到 99岁的时候 上帝再一次 向他显现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 你当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 意思就是说 你还不完全 你信心 还有过 动摇 走过弯路 但你不要 忘记 我是全能的上帝 这是非常动人的 一段记载 别人我们今天 有很多 好的鼓励 上帝的应许 绝对是 要成全的 经过有的时候 是会要等待 我记得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 我印的名片 我上面加了一句 意思就是说 上帝总是听我们祷告的 Yes No And wait 有的时候说 是 有的时候说 不是也是回答 有的时候说 要等 亚伯拉罕就是这样 等 但最终 还是等到 在他一百岁的时候 生了一个老来子 叫以撒 对不对 这个 按照生理讲 亚伯拉 基金一百岁 上来九十岁 不可能生理的 对吧 这医学讲 师女 这医学讲 过了生理的年龄 但上帝应许了她 上帝应许了 必然会成就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第二件事情 对不对 17节 刚好我们讲 她为什么 可以离开家庭 因为她 想外做 怎么样 上帝为她所经营 所建造的 更美的家乡 她照理 有回去的可能 她不回去 继续 顺着上帝的带领 那么 上帝应许她 而且 万国家 因她的子孙 而得福 先有了 以撒 以撒 这是一个 还是肉体的一个 后裔 以后 基督是从 亚伯拉罕的后裔 而出生的 那么好 我们今天 看 西伯来书 11章 第17节 亚伯拉罕 因着信 这时候 他已经是亚伯拉罕了 上来也变成 撒拉 多国之母 多国之父 亚伯拉罕 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 以撒 献上 这便是 那 翻新领受 应许的 讲自己 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 曾有话说 从以撒身边 才要称为 你的后裔 他以为上帝 还能叫人 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 从死中 得回 他的儿子来 我们先讲这一句 当这个以撒 出现 长大时候 真的是 因为老来的父母 很开心 而且以撒的名字 就是 使人 欢欣 的 亲朋 切友 都诸贺 他们不算 而且以撒 也是一个 非他 循贵道具 而且温良 柔顺 很清秀的 一位 但谁知道 逐渐逐渐 成长以后 有一次 上帝的话 又临到 加布兰 这个话 比第一次 叫他离开 本主 本家 本家 似乎考验 更重了 说什么 你把你的儿子 你的独生儿子 以撒 带到 我说 只是你的 山上去 献祭 摩利亚山 你说 亚伯拉罕 听起这话 有什么感想 上帝啊 我本来没有孩子 你给了我 我也经过了 很多的曲子 走过弯路 现在终于 看见你的应许 是何等的奇妙 我有了孩子 一杀 你现在怎么叫我 把他 献上 我没有孩子 你给我孩子 有了孩子 你要拿去 我相信 撒旦这时候 也试探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你不是耳朵说吧 你又没听错吧 怎么会上帝 叫你 杀人呢 而且杀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呢 不是吧 还有 亚伯拉罕想 如果 撒旦知道了会怎么样 肯定会拦住我 肯定会 我说是做梦 或者是 异想天开 或者甚至有神经错乱 哦 亚伯拉罕 如果我们看 庄司机就说 他还是听命了 顺从了 但 这是多么难啊 上帝叫他献的 不是他的家财 不是其他 而且我们上次讲过 亚伯拉罕 每到一个地方 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 做做谈 祷告 倾听上帝 也是献祭 但献的都是牛羊 今天居然 要他献以撒 我们说多么艰难啊 而且我们知道 以撒是独生子 如果有几个孩子的话 当然也很困难 怎么使得把自己的孩子 献上围继呢 独生子 而且 以撒是叫你 欢喜的是一个好的孩子 如果是一个很坏的孩子 那心里可能有的时候 哎呀 拿走就拿走嘛 世上就是喜爱 你的儿子 你独生子 你说 喜欢也是别人喜欢 得付的一个孩子 还难 还难 但是亚伯拉罕 这里说 亚伯拉罕因为信 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趁着天没亮 莎伯拉罕还没有醒 他叫醒了儿子 也带了个仆人 就往上帝走 这次是指日塔 摩尼亚山 走 走 开始可能 开始可能 还有些话讲 后来 亚伯拉罕的心 越来越沉重 脚步可能也越来越慢 他很希望 说不定 没有走到 莫里亚山之前 他就说 好了你回去吧 够了 不 但最实 亚伯拉罕心 痛 如刀根的事 在路上 这个十几岁的 一个非常活泼 可爱的 一个以撒 问爸爸说 爸爸 财是有了 献祭的财 活也有了 寄生在那里 寄生在那里 亚伯拉罕 怎么敢说出 说 你就是寄生 怎么敢 他就说 上帝就必预备 上帝必预备 走 走 到了一个地方 他对仆人说 你们就留在这里 我跟孩童 上去信 三天 摩里亚山的路 走完了 没有其他的生意 结果 到了那里 把坛做好 亚伯拉罕 一下把 以撒 暗上 绑住 以撒也可能想 怎么搞的 我是你的儿子 是你独生儿子 是你所喜欢的儿子 我也 我也是喜欢你 这个孩子 这一幕 太懂了 亚伯拉罕 这时候 已经110几岁 以撒 以撒这时候 已经十几岁 如果按照体力讲 如果按照各方面讲 以撒 一下就可以 挣脱 以撒 顺服 刘瑞的顺服 甚至不完全 了解的情况下 顺服 亚伯拉罕也是 一个信 被誓言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来 欢喜领受应许的 以撒是 应许而生的 欢喜领受 想自己独生的 儿子献上 而且 亚伯拉罕可能想 你上帝 烟花不是跟我讲 将来万国 要应得我的 后裔得福吗 如果 而且 你又说 我的老仆人 不是后裔 以色玛丽 不是后裔 就我亲生的 以撒 才是我的后裔 如果今天 马来献上的 他还没有到 结婚的年龄 他怎么还有后裔呢 哎呀 太多的想法了 一个信 他被誓言的时候 还是把以撒献上 以撒献上 当他 拿着刀 这个动手的时候 上帝说 好了 你一点都不可以 伤害这个孩子 我知道你现在 爱我 听我胜过于爱一切 而这段圣经又 讲了一个 亚伯拉罕的信心 这也是罗马书 使徒保罗 也解释的 当时 一方面 撒蛋试探他 你怎么可能 你是精神错乱 你是 等等 你是善人凶手 你是杀儿子的人 等等 上帝还要会喜欢你吗 等等 不要听什么 上帝应许你的话 都是假的 什么是二后一的父 这里加了一句 他以为 上帝 还能叫 人从死里复活 他讲 我现在杀了一杀 上帝能够叫他复活 下面讲 他也放缝从死中 得回他的儿子来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但正在他动手的时候 天上的声音就来了 这不是极其极其感动人的 《创世纪》里面 这样的记载 《创世纪》 22章 整章是非常的动人 这里 好像读几节是很感动人 22章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整章读读 阿门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站在那里 坐谈 把柴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一杀 放在台内 柴摆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伸手拿刀 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耶华的息子中 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人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只公羊 两个脚扣在 愁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 献为番祭 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 起名叫 耶和华 以乐 直到今天 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 必有预备 耶和华以乐 第十五节 耶和华的使者 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 这是耶和华说了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生 我必叫你的子生 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你子生 必得到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的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 我的话 于是亚伯拉罕 回到他普人那里 他们一同起身 往比斯巴去 亚伯拉罕就住在比斯巴 因为他太动人了 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一幕 就是几千年以后 在独楼地 说 生出来的事情 上帝的独生子 上帝爱世人 甚至爱到 把他的独生子赐给 一些性的人 凡信他的都不止灭亡 反得永生 这是独楼地 那一幕的 一个预言 天父 捨弃了 主耶稣基督 为了我们 而也感谢主 当亚伯拉罕 放下刀的时候 看见 树林上 有个公羊 两个脚扣着 就拿了这个羊 的献祭 就是主耶稣 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羔羊 除去和背负 世人罪孕 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 不能够 领回上帝的爱 就从亚伯拉罕 跟以撒的这些事情上 体会一下 这位孩子的以撒 如何的顺服 父亲 这位父亲的 亚伯拉罕 是本来是 多么的爱 以撒 怎么 愿意 怎么敢 下手伤害他 一个信 上帝 要让我们 信心自主 预言 几千年以后的 独容的那一幕 让人更加体会到 从父亲的爱 父亲的心 儿子的顺服 儿子的牺牲 都是为了你我 为了这个世界 而且 非但是 能够 除去 凡是信口 他认罪 悔改人的罪 而且 万国都要因他的福 有了主耶稣基督 非但是我们 的救主 赦罪的救主 而且是我们的王 我们是他的百姓 他是一切的一切 我们有了他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有了他 有用生的盼望 甚至 对某些人讲 有了他 相信他 知道就是死了 也必复活 正像耶稣讲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英文也可以说 我就是复活 又是生命 凡信我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 必永远不死 弟兄姐妹 这一步实在是动人 实在是让我们的心 能够感到 我们有这样一位天父 为了爱我们 救我们 愿意牺牲主耶稣 我们实在是 感动 有这样一位耶稣 他为了救我们 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 来到这世界 道成肉身 弟兄姐妹 这里讲 耶和华 以乐 上帝都有预备 我们在人生 的道路上 在天路历生当中 既有 魔鬼撒旦的试探引诱 在上帝跟我们之间 我们跟上帝之间 挑拨离线 谎言 欺骗 要想辱乐 我们的心灵 但也有上帝 对我们 无穷的慈爱 不可在这孩子身上 下手 一点都不可以伤害他 耶和华 有预备 弟兄姐妹 圣经讲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人的一处 就是按他指意 被招的人 罗马书第八章 保罗爷 就讲到 亚伯罕的信心 是从无 到有 他本来没有孩子到有 这个信心 一点点的锻炼出来 而且 亚伯罕所信的上帝 是死人复活的上帝 亚伯罕当时相信 就是以撒死了 上帝会叫他复活 弟兄姐妹 今天 你我多么需要 这样的一种信心 在我们的凌晨当中 可能有 无到有的 这个经验吗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 见证呢 有的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 在指引当中 在等待当中 在上帝应许还没实现当中 上帝最后 实现 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 也怀疑了 上帝被预备的经验 更难的就是说 这种大爱 我们是很难理 理解 上帝 上帝必有预备 必有预备 今天我们有没有 这样的信心 就是我的亲人 安静了 过世了 甚至我自己 有一天 或者要面对坟墓的时候 有没有相信 上帝是死人复活的上帝 我今天 越来越感觉到 这样的信仰是太重要 如果没有复活 没有永生的话 其实这样一切都是虚空 我越来越感觉这样 有什么呢 身外之物 至终必放下 生前的人 至终 不是分离 就是别 复活 永生 盼望和应许 是何等的宝贵 是今天我们 信仰的 何等重要的一个 基石 撒旦可能是他 不要相信 开始 营救 始祖 吃日子 必定死 上帝 不一定死 一定不死 现在 又是 给人 一种 阴影 哎呀 生老病死 每个人都一样 有什么盼望 没有的 没有的 人走里头 都是担心到 不过吃点早点 都要下车的 啥但又试探我们 又 威胁我们 信什么上帝啊 过好今天 我们一生 测荷玩乐 到此一流 就算了 试探 引诱 都有 但是 但是如果我们 能够 效学 主耶稣 基督 也效学 亚伯拉罕 信以沙的事情 我们的心会变得 两样 我们会顺服 可能甚至是 流略的顺服 甚至不完全理解 当中的顺服 是因为 我们被 上帝的爱所吸引 被基督的牺牲 所感动 被圣灵的 安慰 所抚摸 弟兄姐妹 亚伯拉罕 在线以沙的事情上 给我们今天 有太大的 教导 在我们面前 我们还有试炼 在末后的时候 有更大的考验 我们能不能握住 就是说 也很怀疑了 上帝 必定有预备 过去有预备 现在预备 将来也有预备 我们只要把自己 降在祂的手中 其实 人肉体的生命 算的什么 我 现在越来越感觉到 人 作为个体 讲 渺小 渺小 算不了什么 那上帝居然 看我们这 渺小 渺小 渺小的人 第一 是按照祂的形象 而受造的 第二 人犯罪以后 祂还是为了 我们这个 渺小 渺小 像成山那样的人 做出救赎的计划 牺牲了 主耶稣基督 为了救我们 弟兄姐妹 太好了 太重要 那么 求主能够持恩 在今天 我想 我们在西伯来书十一章 我们讲到的 先是 亚伯拉罕 然后呢 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 还有呢 以撒的儿子 雅各 很有意思的 雅各的儿子 约瑟 我想 我们 一点一点的求主 带领我们 能够体会得更深 但是都是关乎一个 生 一个死的问题 在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约瑟上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 都是提到 有关他们的生 有关他们怎么面对死亡 我们 我们现在今天还活着 有生命 我们怎么 怎么活 如果 耶稣基督还没有来 我们可能要面对 死亡 我们怎么来看待死亡 对不对 这里面讲 以撒应该信 他指着将来的事 给 雅各 以扫 祝福 雅各 应该信 他临死的时候 给 约瑟 的两个儿子 各自 祝福 付着帐头 敬拜上帝 约瑟 应该信 临终的时候 提到 一样 有生 有生 就有可能死 除非 在基督里 在他再来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我们怎么样 来看待 我们的生命 怎么样来看待 死亡 有没有像先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约瑟 这样 有没有 所以 我想 这是非常 非常 好的一个教训 那么 刚刚我们讲到 耶和华 以乐 耶和华以乐 是怎么样的 耶和华以乐 说明什么 上帝必定有预备 弟兄姐妹 在你人生 在你的 这个经验当中 有没有 耶和华以乐 这个经验呢 有没有 能够看到 上帝已经 为信他的人 预备了一切 尤其是将来 对不对 我想 这是非常 非常地重要 好了 我最近正好 找到那首 歌 是东北的 刘老师所写的 是我写的词 这题目 不就叫 耶和华以乐 我想 现在 我找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好不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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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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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也怀疑了 我想 念上帝能够帮助我们 好吗 求主持恩 求主继续地带领我们 在信心道路上 不断地前进 让我们对上帝的爱 不动摇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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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